北韓領袖金正恩形容美國是最大敵人 要求華府放棄敵對政策 金正恩在勞動黨第八次代表大會表示 美國不論由誰執政 對潮政策的本質不會改變 壓制美國消除國家發展主要障礙 將會是北韓外交政策重點 他又不滿南韓加強軍力 要求對方落實兩韓協議 軍事發展方面 金正恩提及正是開發核潛艇 研究加強洲製彈道導彈性能 並且繼續生產超大型核彈頭 但表示北韓是負責任的擁核國 不會濫用核武